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都灵网络新闻 接下来为您带来最近的消息 2月21日沉浸在中国传统节日欢庆气氛中的都灵迎来了狂欢的盛会 皮埃蒙特大区华人移民协会举行的青春联欢晚会在Big Club盛大开幕 大区及都灵市政府多名官员与广大华人一同联欢 体现了皮埃蒙特大区华人移民协会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 皮埃蒙特大区华人移民协会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 3月5号和6号在Lingodafia将举行第八次的工作招聘会 关于旅游宾馆公益性质的一些企业会参与进来 在夏季这段时间提供工作岗位 这对寻找工作的劳动者是很好的消息 入场免费 只需填写关于个人基本信息的表格即可 地址是Vianisa 294号 时间是从10点到18点 3月6号星期六 Palazzo Chivico将小工作开放 宫廷大厅免费参观 并将提供导游讲解 时间为上午9点半和10点半 下午15点和16点 集合地址是在市政府的地平层 即Vian Milano 1号 参观者会有文化协会的志愿者陪同 详细信息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11 443 4411 或者 011 443 4415 随着近期气温上升 新疆多地发生雪崩 目前已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下落不明 近500人被困 新疆一离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松湖铁矿 3月1日凌晨2点左右 再次发生雪崩 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失踪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绩效局称 由于积雪明显偏厚 降水量明显增多 春季气温回升 可能引发大量洪水和雪灾 最近开展了一项针对怀孕的移民妇女提供的援助政策 移民妇女在怀孕期间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项计划将提供专家咨询以及中文翻译服务 这些服务是免费 而且不销预约的 有中文翻译的时间是 每星期二15点半到17点半 在VIA LAYONKAVA LALO 17号 或者是星期五13点到15点 在VIA SAKA LALY 18号 详细信息可拨打咨询电话 011-566-3025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我们下周再见